Hello 大家好 我是家聰 我是Yellow 今天就是一個很特別的日子 話說我已經幫ServeSup VPN 買了一年的廣告 所以我決定這次就特別一點 我邀請Yellow過來 你好 你不知道在做什麼嗎 不知道 我今天要你做事很簡單 我希望你可以換一件泳衣 穿著泳衣 跳一下跳一下 買ServeSup VPN 我不要啊 講到這裡都興奮到兩萬一球 我不要啊 穿著泳衣 跳一下跳一下 買ServeSup VPN的廣告 你先給我 我們不要說錢 興趣來的 這個演出幾位 我不喜歡的 我拒絕這個演出 這樣吧 公明一點 我們拆包才行 如果贏了的話 你聽我說 輸了的話 我放你走 那要說什麼呢 說的很簡單 ServeSup VPN就是世界上發展 最快的VPN品牌之一 開張各種惡意軟件和釣魚網站 擋在門內 可以令跟蹤裝置 那些東西消失得無影無蹤 採用市場上最定級的加密技術 來保護你的網上足跡 讓你的數據更加安全 更加秘密 現在輸入網上獨樣的泡沫曲 立即向上17至183%offer 還有免費享用3個人的使用優惠 你續費下載 這樣很簡單 我明白了 好 來吧 輸了穿這個 跳著說吧 好 來吧 一泡沫 沒奶貓 R.I.P. 停 停 對不起各位觀眾 我輸了 再不是我穿著說吧 哈哈哈 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R.I.P. 又是今天的嘉賓 非常不得了 是萬中幾多一 一線魚 七師傅 我們歡迎七師傅 Hello Hello 你好 七師傅 我要怎樣 你的手是甚麼意思 我猜猜嗎 幸好拿兩隻手指而已 不是一隻 那就糟糕了吧 感謝美娜 所有觀眾 祝福大家 美娜收視第一 我的天啊 這隻手指第一 那旁邊那隻呢 OK 你明白了 我明白了 首先感謝七師傅 正在我們這次訪問 我隨便跟你說 先戴頭櫃 早前我在IG 收集了一些觀眾的問題 全部都是觀眾問的 都可以給你看看 不關你事是嗎 就不關我事的 即是他問到甚麼不好的事 都是他們的問題 好… Let's go, no bullshit OK 我懂點東西的 Let's go, no bullshit 那第一個問題 他就問問師傅 師傅平時有幫人算命 其實有沒有算過自己 今年會那麼紅呢 是 又或者知不知道 會不會說 甚麼時候會怎樣 人家下滑 有沒有這個可能性呢 從來我都不會 算自己的東西的 因為呢 我的宗旨就是說 如果我算你的話 即是你都會給我一些東西 是吧 如果我算自己的話 甚麼都沒得給 所以呢 我就不會浪費時間 算自己的 但是呢 仲善恩德性果 我經常是做善事 每天修行、念經 所以我覺得 都是因為我長期是做善事 織那些的福 紅、不紅 對於我來說 這些都是浮雲 即都是隨緣的 是 但是最重要是自己 不要做壞事、做善事 還有我也不介意 那些名例是紅、不紅 我也無所謂 又有一句話叫 無肉 即光 變成了非常之光強 為甚麼呢 我沒有了那些肉 沒有了那些球 我沒有球的時候 就是無敵 你明白嗎 我明白我明白 你呆了 我正在消化 那既然你不幫自己算 你可不可以幫我算一下呢 即是你這樣看我的樣子 你怎樣看 當然是走運 因為當一個人 跟走運的人一起的話 他的磁場 他的能量一定是非常之好的 因為一定是這樣的磁場 才會拉近一塊 那你現在 無緣無故找到我 無緣無故大家坐在一起 就走了 即要坐在這張 好像CEO、Chairman那張Chair 你這個位置 你這個主席位 還可以搖一下 其實對 即是如果沒有運期 都訪問不到你了 即是你說的 都有一個大圈子 都是想說這句話 我都明白 上我就是純性 我見師傅都看得很開 其實跟著這個問題 應該都難不到你的 這個觀眾就說 他上網也有很多人攻擊你 其實你現在越來越紅 一定會越來越多這些評論 那你怎樣看這些評論呢 因為他當遇到人關注他的時候 他自然好的評論 壞評論都會相應的 都會多 而且攻擊我 但大部分講來講去 都是過幾樣東西 淡仔說話不正 結果呢 令我拍了淡仔廣告 Yummy yummy 然後還拿了獎 我看到很多獎 還拿了十二個獎 那是不是任何得夫呢 那是不是應該多謝網民呢 所以當一個人走運的時候 那些人覺得不好的人 都變成好的東西 當初他們罵我的 大家都罵 淡仔淡仔 然後我爆頭 我明明是女兒 為什麼說我是仔呢 當時我還指著淡仔 我說你才是淡仔 可我有什麼可能是淡仔呢 所以你本身都不知道 原來淡仔就是在說你 不知道 還有CLS 我也不知道 我心想 難道是那個電信商 也不知道 那些人在罵 那你不單是廣告出名 那些人 那些人是… 我想有一半人 都是問這個七連編 是 就問這個七連編 是怎麼繁榮出來的呢 其實所有的功夫 都是在原有的基礎方面 當然我們怕的是綜藝節目 那綜藝節目 當然要輕鬆一點 那你不可以說 灑太極 或者灑傳統的功夫 很滿 在原有的功夫上 加一點創意 輕鬆得來 要好玩 那之前有個五連編 你應該知道的吧 知道 那個都被人打到睡著 所以你就將它改良 就變成七連編 對 現在還會不會很多人 看到你叫師傅教學七連編 沒有,因為很容易學 那些人都是自己學、自己練 很容易的,因為來來去去去去 都是那幾個動作 好像觸電那樣 那些人一看到你好像觸電那樣 自然就懂得玩七連編 那我想說師傅 這是我個人的問題 是 都是觀眾會提議的 就是你要幫我改一個名字 因為我現在的名字叫加蔥 如果想改一個名字 可能殺吃一點點 對我以後做這一行 也有些幫助 或者可能容易溝到女兒 你有什麼提議呢 你最主要想改善些什麼 最少想改善? 哪方面呢? 你想溝女兒 那些人想賺錢 那些人想怎樣 那你現在是什麼狀況 是不是賺到錢就容易溝到女兒? 當然 那你現在的狀況是什麼 是單身 那些人有女朋友 那些人有老婆 那些人是解戒 那些人是怎樣 那些人是軟的 那些人是軟的 我都沒有了解到 我喜歡女孩子的 肯定嗎?肯定嗎? 肯定嗎? 師傅什麼都知道 是不是? 因為你戴著耳環 那些人說 凡是是軟的 是直的? 那些人是軟的 分不清什麼是直的 你戴左邊還是右邊就是 那你是軟的 我兩邊都戴著的 就是你要直的 要軟是不是? 不是,我最近幾次拍拖是女孩子 最近都是女 以前都是男 以前都是女 從小到大都是女 就是沒試過男 沒試過 你主要是想要求女兒 是不是? 都沒有賺錢 求女兒是花錢 就是你想 不是啊 現在我身邊的女孩子 都是要付錢男人的 那你有沒有一些 可以介紹一下呢? 他 那是你身邊的女孩子嗎? 你還不是身邊那麼近 我同事 我好付錢 人家是未來的富婆 人家這麼有錢的樣子 投資 當然要提前投資 你看鑽石都閃到我 結了分 結了分 會不會離婚? 我插個包 不行的師傅 那你身邊有沒有一些 有些 又未結婚 又會付錢男人的那些 那我可以 有很多 他喜歡不喜歡我這類型 喜歡 還是我們不做訪問 其實我也 男人有些 就是很沒有耐性的 那認真 如果真的想 可能事業這方面 增強一點 那我有沒有改什麼名字 好一點 事業方面 你主要有很多飯 你做主持 搞很多東西 主持啊 拍片 拍廣告 那些都是 你的全名是什麼 我的全名就是 林某發 林就是雙木林 某就是謀性的某 法就是發燒的法 那些人一般叫你什麼名字 叫我家聰 為什麼會有這個名字呢 類似藝名 有條片 有些人叫我家聰 有些人叫我法仔 有些人叫我法哥 那如果你覺得家聰已經很紅了 那你為什麼還要改呢 是不紅才要改的 我想看看 可不可以再更上一層樓 去到有師傅一半 那你不如簡單一點 因為你的名字有個法 你這人叫法就可以了 簡單一點 就叫法 對 那些人一叫你的名字法 法 會不會好像粗喉 法 粗喉的音是這樣的 好像這樣叫的 英文那個也有點像 那個還要加一個OFF 也是 但是不要勁少說 還不夠勁 法 法應該很勁嗎 但本身有個法歌 不就更勁一點 不用?不用歌的 不要歌 就法 法 法 沒有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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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個名字 好 大家聽到 以後知道怎樣叫我 下一個問題 觀眾就問你 你覺得自己做了鞋聲嗎 不覺得 因為為什麼呢 視乎你拍什麼節目 你就是用不同的形象 那我做師傅的時候 就很嚴肅 幫你加持 念經 那你拍綜藝節目 當然是很輕鬆 例如像現在 但可能你拍綜藝 也有效果的 甚至你拍廣告 都是很搞笑 那會不會真的有些客人 可能真的找你算命 一見到你 他就忍不住笑 不會 那些客人都是帶著煩惱來找我的 大部分 有些是 超導英靈 招財 聲韻 撇邪 頭花轉韻 斬小三 斬小三 對 即是去除小三 大部分都是有 他自己的問題來找我的 他已經很煩惱了 很少會笑 看到我都是煩才問你 又笑不出 我平時在我自己的佛堂 幫人做法事的時候 都是要很認真的 因為我要請神去做法事 人每個都有很多面 等於你看到老闆 你的面紅又不一樣 你追求女生時 顏色的樣子又不一樣 壽性大快 所以每個人都有千變萬化的面紅 是很正常的 那既然說到 我怕不怕入不邪愛 因為你現在對著我 你是人入邪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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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你遇到一些療療 你把火的那些 你都會淫邪 誰都有幾面 人都是這樣的 我暫時都很掩蓋 因為你面對我 你都是 我都鎮住我 你都是有少許 要害怕 要在澳門三長巡 要來到這裡 第一次見到七師傅 又不了解我的人 然後又不知道問些甚麼 表面又平靜 內心又複雜 小佬你撞 是的 小佬撞甚麼 小佬亂撞 我沒聽過 亂撞 亂撞 你任邪也要有這樣的環境 你不是說甚麼環境都要任邪 但師傅 你看人那麼厲害 跟你拍拖 會不會很大壓力 假設她說話 可能騙你的 你會不會一下子就看穿她 我看穿她 我不拆穿 不拆穿 那你會怎樣做呢 不拆穿 假裝不知道 就當沒有事情發生 兩個人拍拖 要夾嘴硬 要開心 我晚上都會拆穿別人 還沒好 沒有人 當初為甚麼會做風水 名利這行 做這行很長時間 我本身以前是一個記者 報新聞 之後做雜誌 做財經 但我小時候已經學這些風水 法科 所以說明上一早就認識 只不過是 做記者 當時是全職記者 兼職做風水 這些事情 所以小時候純粹是自己有興趣 還是有緣分 有接觸 緣分 因為小時候 我的企媽 又是一個很出名的師傅 然後經常都接觸這些事情 加上我當時在外國讀書 就是失戀 失戀的時候 很想令男人回到我身邊 這就是我的動力 我想學更多的魔法 學更多的法 可以頒富一些男人 當時的心態是想著我拍拖 令到多些男人追我 那些男人拋棄我 都可以回來找我 開始這個動力 你現在是可以做到這件事 但你只是不做的 可以做到 不需要 不需要的 不需要的 因為我現在都不想有太多男人 因為我要修行 太多男人阻礙我 但你可以幫人的 如果我想有很多女生 衝過來都可以有方法的 有 有方法 那這個師傅我們再說 每一個 那我們下一個問題 這個問題不得了 這個問題是觀眾問的 大家想知道 他就問師傅 有什麼可以改善財運的方法 做什麼行業呢 他是偏才還是正才 他又沒有說 那他就說正才 想增加財運 其實呢 首先你家的磁場一定要好的 還有床一定要好的 因為你大部分時間 你想想 你睡覺最少都八個小時 那你逗留最長的時間 都是在床那裡 那大部分人的床 他的磁場是不好的 那床單一定要 我一般就是幾年 就要扔一張床單 很多時候那些人 悶悶爛爛的那些床單 或者一些枕頭 皮細一些 污垢 真的要扔 因為能量不好的 床有可能幾年 每年都要換 你的磁場能量一定好 還有最怕床底下有水管 睡房下面有水管 水管是表面看不到的 它是埋在磚底下的 如果有水管 第一容易病 第二容易破裁 床附近要貼一些 就是招能量招財庫 一些符 如果你不懂弄那些符 我們可以送給你們 也行 不過床底下 摘著一些招財的東西 最基本招財的理論 才搞定那張床 所以床要整齊 乾淨 然後就不會在水管上 有些符 你不可以經常帶不同的女人 在你床上 為什麼呢 因為你經常帶不同的女人 她的問題不好 都會惹到你 還有有些男人 很喜歡去風雨場所 你是從澳門回來的 澳門風雨場所特別多 那些男人很喜歡 跟不同的女人去玩 對嗎 我沒有 你回答得這麼快 就是有 澳門很多人去風雨場所玩的時候 那些女人來自五湖、四海 什麼人都有 她都跟不同的男人一起 那些氣場差的話 絕對影響你的 有時影響一些運 一差 最少三個月 最長三年很麻煩的 好像她一樣 固定的伴侶 不要寫悶話 明白 你試試問多次有沒有 師傅 你試試問多次有沒有 不問的了 我打算再回答你 但如果 我幫觀眾問 我沒有這些 那如果她真的 萬一帶女生上來 幫她帶女生去洗澡 有沒有幫助呢 誰帶女生上來 即是如果觀眾 她帶了女生上來 給你 不是 給她自己 給我 但她用這些 洗澡後 會不會有幫助 有改善呢 洗澡後 然後做一場法事 轉運 做完一場法事 甚麼風格都沒有了 就不行了 難道還唸一段大悲咒嗎 好 就不行 我還想說 有道符 在床上還有空 叫女朋友 你上來 我床睡一下 我弄了符 那些女生要走運 那些像我走運 那些 你才會轉運 你不行吧 不是性交轉運 我不是說性交轉運 你被人錄了 我的意思是 你要走運的女生 你都會旺你的 因為她的磁場不好 你想想 你兩個交和一起 她的不好的運 都會給你的 可惜 所以真的要小心 澳門很多男人 不知道這件事 我叫男人解釋 解釋 真的 男人你真的要小心 衝動的時候 你要想 我跟這個女生 問了什麼 之後 所以很長時間 明白 你自己的解釋 就不要亂按 跟自己的伴侶 是沒問題的 自己的伴侶 你也要看她的問 可以不可以 那時候也要忍一下 忍一段時間 那段時間 她可能上班 又被老闆罵 那些 你就不要跟她做的 問很差 你就忍一下 明白 很多客戶 都是澳門那些 做片門那些 我都要提醒她 不要說 一看到美女 就想搞什麼 有時候喝不到 你要想一下後果 所以就 其實沒有說男女 譬如你另一半 如果她最近運氣不好 你跟她發生這個行為 其實也會導致你不好 那倒過來 如果最近運氣很好 做這個行為 會不會起上家氣呢 只想轉運 譬如她生日 很開心 收到禮物 各方面有升職 這個時候 我們就進行一次這樣的行為 會不會 你一個人都會旺一旺 你做之前 幫我報告一下 到時 可以嗎 可以 我隨時幫你測試一下 會不會吵著你 夜媽媽 你發訊息 你問做不做得 我問做得 甚麼不做得 我幫你知道吧 你便安全一點 那就真的麻煩了師傅 希望可以麻煩你 OK 我覺得是 等到五、六個月 都要等 她都要吃到位置才離開 知道了師傅 好像也有收徒弟 對吧 那接下來會不會再收徒弟 有沒有打算 不會說接下來收 不會說是這樣計算的 即是遇到有緣的 善良的 老實的 那就收吧 收徒弟的條件 可能要老實和善良 老實善良 這個最重要的 如果收到壞的 到時未到處害人 那我怎樣 你覺得 你要戴著十字架 要想拜法 甚麼 不是十字架 這些是裝飾來的 師傅 哇 裝飾不可以亂戴 你看 我內心是 即是你打算 滿天神法都拜 那就穩固一點 這個沒有的 這個裝飾應該不算 這個就真的 我純粹問一下 你覺得我有沒有潛質 你看看我的眼睛 我是真的 你從澳門來一次香港 你真的 甚麼都想做 甚麼都想試 難得來到 甚麼都試一下 剛才你說要催財 待會要求女 好像太貪心了 不貪心 看看 多次想想想 那想想就行了 我怕你直接說我淫邪不行 這樣就OK 師傅都會愛 也是 夠眾生 普到眾生 難道淫邪就不普到嗎 可能其中一面 都是善良的一面 下一個問題 這個就是觀眾幫我問的 他就問我 我甚麼時候有拖拍 觀眾問你甚麼時候有拖拍 是的 他就叫我問你 我甚麼時候有拖拍 即他想知道我甚麼時候有拖拍 即他們可能會關心我的 即這個觀眾是否保持你 可能是 保持你 他才坐下 看看你甚麼時候有拖拍 如果沒有拖拍 然後他就乘虛二日 是否這樣 或是你看你講的月份 他就趁那個月份出擊 即你好像很急 我不急的 純粹我問的 即我覺得 不要拍拖 不要拍拖 因為我去澳門之前 去那裡工作 我看到五湖四海 那些女生 好像個個都是不穿衣服的 那些女生很多 你見到那些可能都不是澳門 可能他們在澳門工作 他們不是澳門應該 但哪裏見到那些不穿衣服 我想去看看 我去賭場 幫那些老闆 去做賭場的風水 擺一些浸 請那些吃飯、喝東西 看到周圍都是那些女生 其他女生很少 那些都是結婚 你打算去找澳門 你去找哪裏 我想去澳門 想去找澳門 但找一些穿衣服 市場很小 很小 不要去澳門 我看到穿衣服都被人 香港 香港嗎 可以的 有甚麼提議 師傅 你好像全部都是皺手 當然 成語都是這樣說 最重要是皺手 他是單身 我趁他不起來 他可以幫你改 可以改嗎 可以改到的 這個不錯 是我的化妝師 樣子很漂亮 是單身的 前幾天他都說想找個男人 那就成功了 因為我們是 要露地取材 也有的 為甚麼你還要去 那麼遠去求 我明明就在眼前 你覺得呢 我覺得… 研究一下… 不用研究一下 你看他的眼睛多大 多漂亮 我看他在叫救命 他的眼神 他是有意思的 對嗎 我知道的 我知道 我知道女人在想甚麼 OK 我們搞到現在 我少他夠尷尬 我… 好 我們繼續下一個問題 這個觀眾也是關心你 師傅 接下來會否有甚麼新的節目 很多 現在這個也是新的節目 這個 甚麼時候出門 這個 你不宣傳一下 趁這個機會 我現在宣傳到 他也先看到這段影片 加強 不如宣傳你的節目 即我接下來 新年有一部電影 顏念新導演的 新年的一個電影 應該也是搞笑的 還有就是 ViuTV的另一集 那個節目也是新年推出的 就叫七福星 好的 即是有一部電影 也有一個節目 大家記得加入我的IG 我知道 還有我所知 接下來是否還會 跟我們梅立合作 有個棟篤笑 棟篤笑是一個人 多少個 總之梅立有個棟篤笑的節目 接著好像 聽說是否都邀請了你上去 是呀 我知道他耐心想甚麼 他想要我幫他說 2022年 一月份 梅立那個talk show 歡迎大家去關注 是否你想說這句話 其實我不是 我真的純粹問一下 我將你想說 我也說了 是呀 這樣都被看穿了 好 那我這次真的 首先很感謝七師傅 多謝了 多謝接受我的訪問 好像還有些問題未問完 沒有啦 我選了 之前不是說 幫你老闆拐個名字嗎 是嗎 我也姓美 如果幫我老闆拐個名字 你知道我老闆是甚麼樣子嗎 肥腿特異 是嗎 是呀 我開個樣子給你看 你幫他 看看他叫甚麼名字好些 沒有頭髮 有的 他剃乾了 為甚麼 他懶 他剃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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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嗎 對 他剃乾了 他除了會剃這行 他也會剃其他行業 他甚麼都有剃乾了 是呀 即是他將來最終都會修行 他最終都要修行 他最終都要修行 最終都要念經修行 他為甚麼 一看他的樣子 做得多壞事還是甚麼 都沒有頭髮了 好像和尚那樣 他最終一定有拜法念經修行 你不相信你問他們 即是2021年 OK 我幫他說話 准不准 如果幫他改名字 你會幫他改我的甚麼名字呢 讓我看看他的樣子 好 幫他改的名字比較長 是 這個名字幾十個字的名字 可不可以 不怕是我們的影片 我們到時慢慢看 微納的老闆六號子 我幫你掛一個名字 令大家更加容易記住你的名字 雖然六號子 大家都是很容易記住 那我幫你掛這個名字 很長 打破世界紀錄的名字 聽著 很長 世界第一二個借火 仇家那麼多 警告你 不要辣著我的火 這個是他的名字 喔 記不記得他的名字 世界第一二個借火 仇家那麼多 不要辣著我的火 世界第一二個借火 我仇家就算多 警告你不要辣著我的火 二十三個字 OK 接著二乘三等於六 因為這個名字 有一些圓基在裡面 第一 他的名字是六 他姓六 二乘三等於六 那這個二十三個字 裡面的名字 裡面有一個微辣的辣 所以是有圓基在裡面的 圓上加圓 第二你就叫他這二十三字的名字 所以你也算到他仇家多 不是算到 因為他做成世界第一 好像我一樣 一定會忍耐很多人的 核醋 嫉妒等等 真的 不要說外面 我也開始有些核醋 我純粹問一下 剛剛我叫師傅幫我改名字 你就改了個法字給我 是 但你幫他改 我叫你又算了 二十三個 對 為什麼差那麼遠 為什麼我跟他的名字可以 這個容易記 他這個是考字箱的題 第二大家叫薇辣老闆這個名字 記得要記住二十三個字 好 再一次多謝師傅 今天多謝了 大家記得留意師傅之後的電影 還有VTV的節目 還有微辣少林子的現場表演 還有可以追蹤師傅的社交平台 好嗎 謝謝師傅 謝謝 再見 好, 拜託你, 拜拜 拜拜 Like, Subscribe, Share 多謝, 拜拜